台湾完全没有进步 台湾完全是为那种 织毛蒜皮的小事情 坦白讲在那边假装 人权公平正义 然后打倒对方 然后自己能够站上 这个政治的位置 整天就搞这些 根本没有进步的事情 我讲两个地方就好了 你看看台北市 你看看高雄市 我现在讲南北两个 过去最能够发展的 最繁荣的两个地方 现在跟 不要讲大陆的城市了 讲韩国的首尔好 你到东京去看一看 你到京都去看一看 你到新加坡去看看 甚至到马来西亚去看 我跟你讲我们都落伍了 我们都落后了 为什么 我们这几年根本没有做建设 那我再跟各位讲 我在做现场 我们许多的法令也落伍了 为什么 你知道一个大规模的都根 像我们在新庄的 副都心的都根 真正做 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建设完毕 花了几年 我跟各位讲 大概都要花到二十年到三十年 才有可能把一个地方做起来 民口特定区 是我在做省议员的时候 那时候是二十四年前 那也要花了二十几年三十年 才有可能把一个地方都根 从刚开始做 做到完成 你看看人家的城市里面的都根 跟所有大楼的新建 高铁的新建 地铁的新建 捷运的新建 人家怎么做的 人家日以计业做 政府要做什么事情就去突破 钱的问题 法令的问题都可以去解决 台湾我要讲 有几个问题一定要解决 第一个 我们不要在政治斗争 不要再搞政治找特权 第二个 所有落伍的法令要去改善了 第三个我看一看 人家现在的进步 所有的观念 要有国际竞争力 要重新做改变 喂 往身帖